第487集 白赫然对此十分无奈,但还是得提点着她爹 你的小女儿 听说燕宇在百花会上得了六殿下的一枚玉佩,便心生怨恨 拼了命地造了这个谣,存心恶心六殿下的 他说完耸了耸肩 要不怎么说你那小女儿没脑子呢 百花会上送东西,不过就是个奖励物件罢了 人家六殿下作何对你们家一个庶女上心 何况还是个没什么根基背景的庶女 也就只有白花言那个傻子才会往歪了下 花言 白赫然听到这个消息倒是没有太过惊讶 因为有另外一个讯息吸引了她 花言为何在意这个,难不成她对六殿下 你这不是废话吗 白赫然实在是郁闷 你这爵位还真是承袭下来的 也就只有这种不废脑子 不用科考就能拿到的爵位会落到你的头上 否则就凭你这个心智 想坐上文国公的位置还真是难 她是一点都不客气地玩损白信言 白信言被她说得老脸通红 心里也是有气的 她就是想不明白了 我是你爹 你这样同自己的父亲说话 真的没有一点的心理负担 我就算带你再不好 我也是你的长辈啊 你出门去问问 谁家的孩子这么跟爹说话 白赫然都听笑了 你是我爹 真是抱歉 在我心里你根本就不是我爹 你的女儿在从洛城回京的路上已经死了 被你亲爱的洋女派了两个婆子用毒针给扎死的 不但用毒针扎 还推落了悬崖 那么高的悬崖掉下去 你以为她还能有活路 白信言头都大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再一次提醒你 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也别跟我这摆父亲的架子 我叫你一声父亲是出于礼貌 我若是不想 你这与我 也不过就只能得到一个国公爷的称呼 白信言 我扶大命的 那个悬崖下面是一眼温泉 使殿下正在温泉里面疗伤 我得欲贵人获得新生 但是新生之后的我 再也不想任你们白家为亲 更不会再任你这个父亲 他往前走了两步 冷冷地看着白信言 听着 同样的话我从前对你说过 现在又再重复一次 你就给我记清楚了 别再扯什么父亲女儿的亲情道义 你在我心里眼里 狗屁都不是 如果一定要把我与你扯上关系 那么我告诉你 我们之间的关系便是杀母凶手 是凶仇人 我没把你剁碎了半饺子馅 你就烧高香去吧 别再自诩长辈 别再跟我说什么心里负担 我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 倒是每时每刻都有弄死你的冲动 白信言蹬蹬后退 此刻只想离白赫然越远越好 因为他觉得白赫然就是个魔鬼 一个从地狱里走出来 一心只想为母亲为凶报仇的魔鬼 他脸色苍白 大滴大滴的汗珠子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突然又想起大夜市那颗大光头 他是听下人说的这件事情 也曾跑到福喜院远远地看了大夜市一眼 那颗大光头差点没把他给看吐了 只觉那个女人愈发的丑陋 像个怪物 也不怎么的 他突然开口问白赫然 夜之男的光头真的是你替他 他多想白赫然说不是 那样他还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因为一旦白赫然认了 那就说明这个女儿真的有随时随地取人性命的本事 但其实他根本就无需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自己每天晚上都要经历一次可怕的梦魇 那泡水的滋味 可比单单剃光头发难受多了 何况还是无止境地每日循环 白赫然又如何能碎他的院 听他这样问了 当时便咧开嘴 露了个瘆人的笑容 脆声声地回答 是啊 就是我替的 怎么样 父亲是不是觉得他那个发型不错 要不要今晚我给你也来一个 放心 免费赠送 不收你钱哦 他说这话时 突然又变得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 笑得灿烂 说得也轻松 只是这孩童看在白青妍眼里 是那么的恐怖 不 我不要 你不要再作践我 白青妍还想再后退 可是后背已经递到多宝格上 再退就要把多宝格给撞翻了 阿禅 你为何要这么做呀 他又怎么招惹你了 对了 还有那个丫鬟 听说是 是好花言的 你一夜之间剃了两个人的头 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白赫然眨眨眼 因为他们算计我 他们接艳雨同我亲近 便想借由打击艳雨来打击我的气焰 你说这是不是很讨厌 我只剃了他们的头发 是不是已经算是很轻的惩罚了 白青妍点头 点得很勉强 可是他还有一事不明白 既然他算计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呀 还是说 你现在改变主意了 不想让叶之南 重新做回主母之位 不不不 白赫然摆摆手 我的意思并没有变 文国公府的主母还得是他 他算计你 你还帮他 那不挨着 白赫然怂怂见 有第一回警告 就会再有第二回提醒 从今往后 他再作死我就收拾他 作死一次收拾一次 一直到收拾服了为止 亲爱的父亲 您说我是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人 这话白青妍都没法接了 这哪叫公平 这叫可怕好吧 然而白赫然却不这样认为 我一向是个记仇的人 过去十多年的仇我可都记着呢 总得一点一点都抱回来 他说完这句 主动后退了几步 一身气焰也吸了下来 行了 我们之间没那么多话可说 是谁在造你亲生儿子和亲生女儿的谣 我也给你指了名路 接下来要如何做 就看你自己的发挥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大小夜市的事迫在眉睫 你再给我拖拖拉拉的 就别怪我没有耐心 自己去动手 到那时 你的三夫人和三夫人肚子里的孩子 可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哼 他说完这话 冷哼一声离开了书房 白青妍直到这时才松了口气 额头上依然在呼呼冒汗 刚刚若是白赫然再在这里待一会儿 他怕是要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再也起不来 这个二女儿怎么如此可怕 这是白青妍此刻心中唯一的想法 至于白赫然说的大小夜市之事 他已经没什么打算了 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吧 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哪里还有他犹豫的份 只是白花炎陷害白燕宇这个事 实在是惹恼了他 要说白花炎换了个别的方法 兴许他还不会这么生气 甚至还会决出几分痛快 可偏偏事情牵扯到了五皇子 这让他在心虚之余 也生出了无限愤怒 这种愤怒在经过白赫然 对他的一顿损骂之后 就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正朝无处发泄心里的憋屈 白花炎的出现 可算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发泄口 如今这府里的孩子 除了白花炎之外 似乎再也没谁是他能管得了的了 那么他就得好好管教管教 这个五女儿 竟敢在这种时候又折腾出来 五皇子和白燕宇的谣言 就是打死也不为过 这一夜 白燕宇在天赐镇的作坊里 加紧赶着胭脂 白赫然在国公府的药房里 搓了半宿药丸 白珍珍在为金生阁笼畅 白浩尘在午夜梦回时 又稀里糊涂被莓果喂下了一枚药丸 而白花炎则在自己的院子里 遭到了他爹白星炎的好一顿毒打 白花炎都被打蒙了 他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爹为何生这么大气 就算他计策失败 最多训一顿罢了 他是收拾跟白赫然亲近的人 又不是同他爹作对 他爹打他干什么 同样想不明白的还有小夜市 自从夜家出事之后 他愈发感觉到白星炎 对他的态度有了转变 甚至他用肚子里的孩子 都笼络不回白星炎的心 而对于这座文国功夫来说 也根本就不需要他这样一位 没什么见识 更没什么主意的竹母 他问双环 我们是不是完了 双环的心也如死水一潭 再也出不去主意了 他一向坚称自己是夜家的奴婢 所以不管是伺候大夜市 还是小夜市 他都认为这是在为夜家服务 并没有背叛一说 甚至在看出大夜市失事后 立即投靠向了小夜市 他也觉得这是在为夜家着想 是一个中奴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如今他也慌了 夜家都没了 他还能服务于谁 小夜市这个德行地位岌岌可危 眼瞅着是有今天没明天 那么他呢 他该怎么办 文国功夫的人各怀心事 各自不安 偏偏在次日投武 府上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白赫然也是没想到 君木领会在这个上午 出现在国公府的前院 身后还带着一堆尊王府的下人 每个人都大包小裹地提着东西 东西各不相同 有的是衣物 有的是铠甲 有的是脸盆 他甚至还看到后面有侍卫拉着板车 板车上面放着一张大床 白赫然的脸色就有些古怪了 这是要干什么 搬家吗 他脸色古怪 白家人脸色更古怪 特别是白星眼 当他看到君木领把床都抬来的时候 心里想得尽是 难道皇上要收回这座国公府 把这府邸送给石殿下使用 然而人家石殿下并不稀罕这座破文国公府 他只是走上前 无视白家众人的跪拜行礼 旁若无人地拉起白赫然的双手 还摇了两下 这才到 然然 尊王府府符底整修 本王没地方住了 故而来投奔于你 还望然然一定要接纳本王啊 白赫然的听懵了 修整符底 是说他家里装修吗 尊王府已经够气派了 还装什么修 再说了 你家里装修 跑我家来住什么 没听说皇子上陈子家来蹭吃蹭喝蹭住的 我就不信 你在上都城只有一座宅子 再不济 不是还有甚王府 李王府让你住吗 就算那两家也不行 你是不是还可以回宫里 怎么也轮不着我们家吧 白星言听了这话 在心里默默点头 就是就是 哪儿不能住 非得跑我家来 我家这小庙哪留得下你这尊神 你说你成天在府里住着晃着 我们可怎么过日子 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 他心里想着这些 目光又投向白赫然 焦急地盼着白赫然能把神送走 可惜神不请自来 又怎么可能被轻易送走 神还抓着白赫然的手呢 脸上带着讨好的表情 然然 你是我的未婚妻呀 咱们是一体的 所以本王第一个想法 肯定是要投奔你家里呀 至于九哥和四哥府上 唉 住在别人无言下 总归是不方便嘛 宫里都是后妃 就更不行了 白赫然听得嘴角直抽抽 住在你哥家 你说不方便 住我家你就方便了 我们家女眷也不少 你一个大男人住进来 你觉得合适吗 合适啊 某人一点都不觉不妥 一本正经通他说 夫妻之间呢 就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啊 咱们之间的关系 是父子啊兄弟啊 都比不了的 所以本王觉得 住进国公府来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然然 难道你不想 每天一睁开眼睛 就能看到本王吗 白赫然有些崩溃 这都什么跟什么 我为什么要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你 你这是要住我家 还是 他将声音压低 低到只有两个人 才能听到的程度 这才继续的 你这是要住我家 还是要睡我屋 太明目张胆了吧 君木林并不觉得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想你了 就光明正大的来看你 不要三更半夜 偷偷摸摸 这不 我光明正大的来 再光明正大的住进来 圆圆那 你不喜欢吗 喜欢个屁 他简直无语 君木林 你还有没有点自觉性了 你们这个年代 不是男人女人 都挺矜持的吗 不是都挺讲理数的吗 你到底是跟谁家的理数学的 还没成亲 就往未婚妻家里捧 还要住下来 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 这话的音量 就提高上来了 白星言听得连连点头 是啊 石殿下 您就这样住进来 对小女的名声也不好啊 臣也是为小女考虑 还望殿下三思啊 白星言这会儿也聪明了 他知道 跟这位神讲 什么大道理都没用 他就不是个讲理的人 只有把话 往白鹤染身上唠 才能有效 才能让其生出顾忌 也不会降罪于他 可惜 他实在高估了 石皇子的脸皮 和不讲理的功力 想要降罪于他 理由还不多的是 于是就听君木林 闷哼一声 怒道 你给我闭嘴 爷在跟冉冉说话 哪有你插话的分 白星言立马就闭嘴了 惹不起惹不起 大家好 我叫明灵 是这本书的主播 也是白珍珍 希望大家喜欢我 二姐姐的同时 也能喜欢我 快来留言告诉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